包含像是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這種基優股 也是有被降評等的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呢 真的是這麼不看好嗎 還是說這裡面藏了一個什麼樣子的假象 我們先從台積電 聯發科跟聯電開始講起好了 對 好 我覺得說像是台積電 基本上我會覺得因為台積電 雖然說昨天他也是被調降他的目標價 但像台積電那種股票 我覺得你去看他的目標價 或是說好 他長線可以漲到哪裡 我覺得說這些都已經不是重點 因為基本上我會認為台積電 他其實在於一些 全球定位 他已經不單單只是一間公司 他也許是代表整個台股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台積電他會被很多的外資 這些大型的投資機構 視為是一個大型的資金停靠站 也就是說 可能說 資金暫時停泊在台灣 那他沒有地方去 他也不可能去買定存 不可能去存銀行 那這個時候 他可能就會把資金暫時停泊 在台積電漲股票上面 對 那我覺得 不管他目標怎麼走 他在先進製成這部分產業地位 以目前來講 他絕對是龍頭沒有問題 不單只是龍頭 而且台積電他算是 技術已經領先了第二名的 也許是三星 也許是Intel 或是說 IBM這些 他領先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說後面要趕上的 其他先進製成的一些廠商 難度是非常高 而且說台積電 現在也不是說 完全沒有去做動作 沒有去研發性的製成 所以可能說 當其他家的公司 他在 可能說3奈米 他市占率開始慢慢在擴大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台積電 他也許已經開始在進行1奈米的生產 這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台積電他以目前這個價位 還是非常好買進的一個 一個時間點 對 因為台積電的話 我也來補充一下 在20號的 台積電有受邀到美國 半導體的視訊峰會上面 那會後台積電也有宣佈說 預計今年的MCU產量 會比去年增加了60% 來補充 就是現在市場上面還是非常 龐大的這個晶片荒 特別在於車用晶片的部分 就是事後 台積電有宣佈的一項訊息 而且剛剛為什麼會講說 領先的地位以及相關的技術 都在持續的精進 主要的話 前幾天我們有聽到說 IBM他宣佈說 2奈米的製成 看起來是有譜了 那這個消息也是震驚了整個半導體界 可是 隨後台積電也是不落人厚啊 像是台大有攜手台積電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有宣佈1奈米的製成 也是在他們積極的研發對象當中 而且是技術有所突破 那 大家就可以知道 台積電依舊是站在一個領先的地位 所以我覺得 昆禎剛剛特別點到 台積電已經不是代表台灣的一家公司而已 甚至是在整個半導體 他也代表了台股 畢竟他被譽為說是護國神山 還是有他的地位在 這邊也是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一下 接下來要講的是聯電以及聯發科 這兩家居然也是被外資橫橫砍 目標價跟評測的一個 很大的兩家公司 那其實像聯電來講 聯電他也許說 大膜把他降頻到58元 但我覺得說對於聯電來講 這樣子的降頻 反而好像是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我覺得說 聯電他在 可能說8吋晶圓 還是說其他的市占率來講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去跟台積電相比 那雖然說他以目前的股價來講 都算是便宜沒有問題 但是之前的目標價 他之前聯電的目標價是 給到 給到他新的目標價是58元 那當時是60元以上 那我覺得說60元以上的聯電 其實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偏高 那我覺得說 把他降到58算是比較合理一點 對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 就算是58元好了 離目前的 價格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說 聯電他可能說 他的比較長遠的目標 也許是 可能說稍微會拉低 但是如果說你把他看 以目前的價格來看 他其實還是有他的投資價值在 對 也就是說 聯電他跟台積電的 感覺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好 台積電 他以長線來講 我不認為台積電會因為說 好 昨天被大膜 遭到大膜降頻 那導致說他長線的展望 或者說目標價會有所改變 但是以聯電我會覺得 就以長線來講 他也許他的目標價 真的是應該是要被調降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短線來講 因為說 上週跟上上週的極點 導致說他的股價已經 超跌了非常多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 我覺得說還是可以再去買進 我是覺得1000元以下聯發科 就像是500元以下的台積電 基本上長線來看 只要不是說 產業出現什麼樣重大的變化 我都覺得 絕對有他的投資價值在 只是像是聯發科 台積電這樣子的大股票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資金一定要回流到電子股 否則說資金不夠的話 其實像這樣子的股票 他說他要去上工 或者說走出什麼樣比較 強勢的走勢 相對還是比較困難 也就是說 短線上還是要等到電子股買機回溫 那如果說你把週期拉長一點 也許說一季到兩季 這樣子來看的話 聯發科這個價位 我是覺得 一定有他的投資價值在 1000元以下的價位 那6147的奇邦 為什麼我會說 他的目標價被調降的算是 比較合理 因為其實 奇邦科技來講 他的不管是產能 還是他的市占率 都不比像是瑞育 聯勇聯發科台積電 他們這麼的亮眼 而且有像重點是說 像剛剛所提到的瑞育聯發科聯勇 甚至是台積電 他在第一季的獲利表現 其實都是優於市場預期 但是其實奇邦科技 他在第一季甚至是第二季 他的獲利 都是列於市場的預期 也就是說 市場也許說 好認為在奇邦科技 他在今年的整體展望是不錯 那結果開出來的營收 沒有這麼的漂亮 那最主要的問題是說 他的毛利率 奇邦科技的毛利率 其實今年已經慢慢有一點到頂的感覺 那加上說 以今年來講 TDDI他的滲透率 已經接近了飽和 也就是說他要 他要再增加他的市占率 是有一點難度 不像聯發科說 目前的市占率也許是三成 但是如果把週期拉上來看 他的市占率有機會過五成 那等於是說聯發科 他在未來的成長性還很好 但是奇邦科技就沒有這麼的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以目前奇邦的 他的整個產量來看 產能來看 其實奇邦他的產能 不足以因應目前的需求 目前的接單情況 那奇邦他有再去增加 他的資本支出去擴廠吧 但是其實在擴廠這段期間 他 所增加的一些成本 有一點點超乎市場的預期 所以導致說 他在建廠的這些成本 有稍微侵蝕到 他們部分的獲利跟營收 所以以奇邦他目前的訂單狀況來講 其實全年的EPS 給他大約是7元到8元 算是一個合理的價位 他說7元到8元的EPS 其實奇邦他的目標價 那給到71元 我就覺得算是合理的調價 比較偏向上游的巨大跟美麗達 他一定是整個 自行車需求回溫的最大受惠者 但是你如果去往下游看 他受惠程度 其實反而會比上游的巨大跟美麗達 還要來的更高 那像是下游的 一些原料廠 零組件廠 就是貴猛跟 4536的拓凱 這些都是比較偏向下游的廠商 因為大家其實要去 想這個產業邏輯 就是說 好 自行車 他的需求非常旺盛 代表說美麗達跟巨大 他的訂單量一定非常非常大 但是目前面臨到缺掉的問題 可能說 比較上游的巨大跟美麗達 他們接到訂單 但是沒有辦法去出貨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去提前去拉貨 去 提前去 好 可能說 先去下比較大量的零組件 去給下游的廠商 那這樣子情況 其實以短期來看 最大的受惠值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貴猛跟拓凱 對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非常強勢的5306 大家在下週 其實是可以持續去留意 以加權指數來講 他有機會再漲過前高的話 他一定是靠電子股去拉 那這一點 我覺得大家需要特別去留意 只要資金開始回流到電子類股 像這些 比較非電子的股票 可能漲勢就會稍微的停頓 或是受到壓抑 對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要嘛就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找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積極進場之後 大概他擺的時間 可能就是兩週到一個月對不對 因為也預計 電子股他還需要再整理一段時間 資金回流不會說瞬間 就從傳產原物料轉到電子身上囉 對 因為像是資金回流 他一定是一段過程 就是說好 可能說今天成交比重是15 那一直到50 15 60 這樣慢慢的去流過去 那我覺得說 這樣子絕對是有讓大家說 去應變的空間 那當大家說 可能 我說抓個比較 比較實際的速視 就大約大家可以抓說 電子類股成交比重 在三天都維持在50%以上 這個時候就可能需要特別去注意 資金已經開始有在轉向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新台幣是沒有貶值 那美元是持續在破底 代表說 整個台股 他的資金是非常非常的充足 那也就是說目前是不缺資金 那缺的可能只是一個 點火的題材 跟整個市場的信心而已 OK 瞭解 所以剛剛有投資人在聊天室裡面 跟我們分享 他認為今年啊 不管是傳產也好 還是電子 甚至在這種有點 換季 或者是一個交換的一個期間 過度期 大家還是可以留意 也是有一些股票 是值得被青睞被關注的 下禮拜的行情來看的話 第一當然是要看說 星期六跟星期日疫情的發展 但是我覺得說 不管他怎麼去發展 那對於 台股來講 他在下週的影響 都不會到這麼的劇烈 那唯一需要去特別去注意的是 萬一啊 真的說好 進入到第四節警戒出現封城 這個情況 可能會出現下一波的下殺 這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我就說 這部分大家一定要特別去留意 那以下週整體行情來講 就像剛剛所講到的 以目前的價量結構來看 最大的套牢賣牙 是落在16,600點左右 因為16,600點就大約是 這個 急殺2000點的第一天 那也就是說 他第一天的下殺 那很多人其實會去進場 去低接股票 那沒想到隔天又再殺了一根 非常長的長黑 那留下下影線 那這樣子其實 整個這樣攤開來看 最大的套牢區就是在16,600點 所以下週我覺得說 最有可能的走勢是先拉到 16,600的上下 那開始在震盪 開始在消化賣壓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可能出現 另外一波的橫盤整理 對 那我就說在橫盤整理的過程 大家應該是要稍微去預留一些資金 那可能說 以防說之後疫情的惡化 還是說台股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那可以對一些 基本面比較直優的股票 再去進行加碼 這樣做 就要做了 這個節目 我應該會不會讓你做的 還會不會讓你做的 那是 我們在大後面 我們在外面 我們想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那麼多人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